好 看完了单词之后呢 我们来重点来钻一下这个第九课的课文部分 看课文以前 Now let's look at the title once again 把这个文章题目再看一看 Listen I, Flying Cats, 飞猫 这个飞猫啊叫Flying Cats 那这坠落的猫该怎么说呢 坠落就fall 那相应的就是Falling Cats 对吧 你看是不是这么说的 咱们看课文第十五行 看这个书第十五行中间 Falling Cats have time to relax 坠落的猫有时间来放松 这么说 坠落的猫叫falling cats 那如果这么说 它的头被一块坠落的石头 重重砸了一下 坠落的石头可以叫 a falling stone就好了 它的头被一块坠落的石头 重重砸了一下 同学们一般可能会这么说 His head was hit by a falling stone heavily 对吧 它的头被一块坠落石头 重重砸了一下 但是被怎么样 遭到怎么样 什么得到怎么怎么样 咱们前面讲过一个知识点 看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我们在第八课讲 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是不是讲过动词叫receive 你看咱能不能用一遍 这是有新知识有复习 He received a heavy hit on his head from a falling stone 这个比上面的句子就更正式 更文艳一些 为什么呢 把这个动词hit变成了名词hit 咱们说遭到得到受到等等等等 receive加名词 比直径动词被动更正式一些 be supported 什么可以换成receive support 对吧 用这搭配更正式一些 所以名词结构确实是书面语的 最爱可以说特别得到 咱们写作文的时候青睐 咱们再看看复习一下这句话 看看能不能再看看名词 是不是占到英语书面的统治地位 你看这句话比较口语话 When I came He was just about to leave 我来的时候呢 他刚好正要走 Be about to do 就正要做什么事的 我来的时候他正要走 但你看下一句话 是不是比他更文言更正式一些 My arrival coincided With his departure 哦 这个比较文气了 你看这个来和走 咱们都用名词了 这个来用的名词是arrival 离开用的名词departure 叫离开 注意live也能当名词 但live表示名词 可以表示假期的意思 请的那个假 名词应用departure coincide with 这个在第二课咱们讲过 将发生总结过 coincide 叫与某事碰巧同时发生 动词原型去掉字母地 那么字面意思是 我的到来 跟他的离去碰巧同时发生了 但是中文中不能这么翻译 中文还得用人称主语 中文还是喜欢动词 你总不能翻译成 我知道来恰逢他直离去 这个太拽了 别人会打你不行的 我们还得翻译成 我来的时候刚好他要走 你看还是这么翻译好 就是名词在英语书面中 就是更重要一些 好 咱们下面看第一句话 cats never fail to fascinate human beings 猫啊 总是那样的迷人 总是能够把人给迷住 这个里面出现一个固定搭配 咱们可以把它背起来 非常精彩 就never fail to do something 什么意思呢 总是能够怎么样 没有一次不会怎么怎么样 这里面用到一个双重否定 never是否定 fail to do是否定 从来也不会不做 就总是会怎么怎么样 但注意这个总是怎么样 一般是总是能够按照我们 预期的那个方向发展 这个是有不好意思的味道的 咱们喜欢猫吗 有不好意思的味道 咱们再看例子 比如说my grandson never fails to fall me on my birthday 我的小孙子啊 在我过生日的时候啊 总是能够给我打电话问候我 这爷爷喜欢这个孙子 对吧 哎呀 这个每次过生日 尽管呢 住得很远 这个来一趟不方便 每次打电话 爷爷生日快乐呀 爷爷你还活着呢 哎 总是能问候我 我很喜欢他 never fail to do 总是能做谋事 注意 这是不好意思 不要跟咱们第二课讲 那个总是讨厌的做谋事 还记得吗 be always doing something he is always being late 这人总迟到真讨厌 这个区分开不一样 这是never fail to do 这个结构 这里面其实出现的一个 就是我们说的重点 这个说重点的知识特别多 这里首先出现是 双重否定结构 双重否定结构 不出意外的话 它表达的是肯定的语气 而且往往比肯定 要更加肯定 往往多数是这样的 这个我们本文中的 never fail to do 是一个对吧 你再看本文中 另外一个地方 看本文中第11行末尾 到第12行 就在这篇文章 第11行末尾 到第12行 看这片段 because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tall buildings 因为这里 怎么样 shortage缺乏 不足没有 前面这下 no no又是一个否定 这两次都有否定的含义 双重否定变成肯定了 但是比肯定语气更强 这里绝没有 什么高楼大厦的缺乏 是什么意思呢 类似于中文中 哪个表达 是不是可以说 这里 有的是高楼大厦 是不是类似于 那个语 有的是吗 有的是呢 多得很呢 到处都是高楼大厦 有的是高楼大厦 这是双重否定 确实加强了语气 大家可能能体会到 再比如说 我们再看 在第41课里面 192页的第26行 192页的第26行 nor is the city without its moments of beauty nor是也不 是个否定词 without是没有 也是否定词 两个否定词 在同一句话出现 表达的是 这个肯定句的含义 是什么意思呢 城市里也并不是 没有它的良辰美景 对吧 你不是说农村很漂亮吗 城市其实比农村 一点都不差 城市照样有我们的 美丽的这个诗课 这个nor跟without 两个确实是双重否定 在这是进一步加情 可能城市照样有美景 一点都不差 也很美丽 这么个含义 再比如说我们看 第43课 这个200页的第7行到第8行 三册的第200页 第7行到第8行 你看这是连是两个否定词了 It is not uncommon to hear that a shipping company has made a claim for the cause of salvaging a sunken ship salvage 咱们在前面还讲过 这个动词表示旧的时候 第7个残潮戒没组 我还记得吗 一般是旧物司 这是打牢沉船了 那么听说 一个shipping company航运公司 一个航运公司 为打牢沉船的开销代价 还要申请索赔 提出索赔要求 这怎么样呢 这可不是什么新鲜事 这个not是不 uncommon是不常见 这一点也不不常见 是什么意思呢 这司空见惯的 这一点都不新鲜 就类似咱们中文说 这绝不新鲜 这一点都不新鲜 这有什么新鲜呢 not跟uncommon这两个 否定词构成了肯定含义 甚至语气更强 这又是一个例子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 她并没有食言 食言不是炒菜那个言 就是没有兑现诺言 她并没有食言 就是绝对没有 没有履行她的诺言 你看是不是可以说 she did not fail to keep her word keep one's word 叫做履行兑现了诺言 未能兑现诺言 再把它否定掉 这个女孩子绝没有食言 确实兑现她的诺言了 可以这么说 类似的再看一句话 比如说 人无完人 什么意思呢 就没有一个人 是没有缺点的 每个人都有缺点 你看 是不是可以说 nobody is without his faults 没有一个人 是没有他自己的缺点的 人无完人 是人 除非上帝 那是perfect being 没有任何缺憾 人都有缺点 再比如说 有智者是进程 对一个有毅力的 想成功的这个人来说 没有一件事情 是不可能的 对吧 咱们下面再接着看 下面一句话 他说 有智者是进程 就是对一个 有毅力的这个人来说 没有一件事情 是不可能的 没有一件事 是不可能的 Nothing is impossible to a willing mind willing就愿意的 乐意去做的 这样一个心灵来说 没有一件事情 是不可能的 有智者是进程 事情到最后 都能够成功 对吧 可以这么说 举一反三 多看几个例子 再比如说 每一个人 都能为我们的社会 做出贡献 就是没有一个人 不能为社会 做贡献 每一个人 都能为社会 做贡献 是不是可以说 No one 当然你 Nobody也行 No one has nothing to contribute to society 没有一个人 是没有东西 可以奉献给社会的 言下之意 每一个人 都可以奉献给社会 自己的这个 这个才华 无论你是 体力是脑力 都可以被社会 贡献自己的力量 可以这么说 再比如说 我一看书就睡觉 这句话怎么说 我一看书就睡觉 这还真不好说了 是不是 我没有一次 在看书的时候 没有睡着的 I will never read books without falling asleep 我从来也不会 在读书的时候 没有睡着过 就是我一读书 就睡觉 是不是把 我讨厌读书 这个语气表达的淋漓尽致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种double negation 双重否定结构 双重否定 好 这句话说 猫永远是那么迷人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 我们这么一个结构 来表达也行 大家还记得 在词汇中 咱们重点讲过这个表达 Cats are endlessly fascinating 是不是讲过 Be endless fascinating 就永远那么迷人 是不是还可以用 我们觉得猫永远是迷人 用哪个动词 用动词find We find cats endlessly fascinating 表达的意思 跟本文中第一句话 是类似的 这个用刚才词汇中讲的表达 意思 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可以 好 下面看第二句话 是解释为什么猫总那么迷人 他说了 They can be friendly and affectionate towards humans but they lead mysterious lives of their own as well 他们呢 可能对人比较友好 充满了柔情密意 但是他们还是 过着自己神秘兮兮的生活 就是猫总养不熟 你看有六狗的 没有六猫的 它不跟你走 这个friendly affectionate 都是跟介茨 tours 都可以跟他来搭配 所以这介茨搭配 如果不会的话 咱们就不会用了 你看这个亚历山大 为什么敢这么用呢 Be friendly to 或tours somebody 表示对某人很友好 可以这么说 用to或tours都行 这个介茨我说过 英国人读成双音节 读成tours 美国人单音节 中间w不发音 读成一个音 tours tours 都可以 另外呢 be affectionate这个词 后面一般都是加tours 所以这两个形容词 后面都可以加tours 那干脆就be friendly and affectionate towards 对什么什么来说 是如何如何的 把这个搭配记住 咱们看一下例子 Why is he sadly so friendly to you 或者tours you 为什么他突然间对你这么友好呢 以前见你就催你一脸拖嘛 为什么见你就 他见面之后撑凶倒地 就拍剪门 为什么突然间变成这样了呢 be friendly to 或tours 可以这么说 再比如说 he is very affectionate towards his children 这个人呢 对他的孩子子女啊 总是非常非常的柔情 充满了深情 be affectionate towards 这个词词是可以这么来用的 咱们在课文中用这个建国之后 咱们写作照着写 肯定没错 照着模仿呗 就跟我们练书法 描红林帖是一样的 我们林大师作品 那亚历山大写的文章 咱们可以照着写 没问题了 但是怎么样 but they lead mysterious life the wrong 但是他还是过着自己 神秘兮兮的生活 过着一种怎么样的生活 这个是基本 是基础搭配的 live 过着一种怎么样的生活 也可以把动词换成lead lead 过着一种怎么样的生活 这形成固定搭配呢 也是因为它压运 你看live lead 都是l 开头 live也是 这音韵和谐 尤其这个live 它的名词形式 其实就是live 生活嘛 动词 生活 活着 名词 生活 活着 生命 you know live 这个词 那么 取语反三 可以多看几个 你看 很多都是动词和名词 其实同根的 你跟sing a song 唱一首歌 都是s s 开头 这是手韵嘛 all iteration 开头翻译一样 再比如说 he breathed his last breath 这个在第四课单词中 咱们讲过 这个人咽了气了死了 呼吸了自己 最后一口呼吸 第一个动词 动词原形是留下字母 e 都是breze 对吧 名词是breze 你看都是bre bre开头的 也是固定搭配 那 比如说你看 刘胡兰 died a glorious death 这个刘胡兰 生的光荣 死的伟大 死的是一个 伟大光荣的死 叫die a glorious death 动词名词用同根 而且在这是押韵的 the die a death 这么来说 顺便可以同时记住 好 本文中说 他们过着神秘兮兮兮的生活 什么生活 你看这个lives 前面修饰语是mysterious神秘的 还有后字 这个修饰语叫of their own 这个of one's own 一般放在名词后来修饰它 表示某人自己的 而这个on这个词 没有担负出的变化 不能说their owns 还是their own就好了 我想要一个我自己的房间 我不跟他住一块 I want a room of my own I want a room of my own 他们自己的of their own 就好了 某人自己的 后面就进一步描述 这个猫的情况 咱们接着帮我看 they never become submissive like dogs and horses 他们从来也不会像狗和马那样 变得很温顺 就是不会听人的话了 神秘兮兮的 这个like在这 是一个借词 当然没错 像狗和马那样 但表示像什么什么那样 大家可能知道 表示ss这个结构也行 像什么什么一样的如何 但是这个咱们得钻研一下 ss像什么什么一样的如何 第一个s呢 可以看到一个副词 后面这个点点点地方 可以加形容词 或者加一个副词都行 第二个s表示像 什么什么那样会如何做 第二个s翻译成像 但是s表示像 它一定是个连词 一定是个连词 可以引导一个比较重要的重剧 但是s呢 如果跟前面这个ss固定搭配里边 这个后面这个s和连词里的位语动词 一般可以省略 一般可以省略 尤其我知道后面的位语动词是什么 一般可以省略 但如果是否定句或者疑问句不像什么什么那样 或者是不是像内容那样呢 那么这第一个词用s用so都可以 但后面依然用连词s 同样的这个连词s里面 位语动词一般可以省掉 所以看上去s好像是一个介词 其实它本身还是个连词 因为在这ss和sos固定搭配中 这个后面的s后面那个位语动词往往可以省略 也就是ss用在肯定否定疑问都行 但so这个词跟s搭配只能在否定和疑问句就好了 咱们像本文中呢 带你去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因为本文中是否定句 他们从来也不会像 是不是可以说 they never become as submissive as dogs and horses 或者说 they never become so submissive as dogs and horses 后面可以看作省略的位语动词do 这个do代替什么呢 就代替前面出现动词来语become submissive 从来不会像狗和马那样对人变得很闻顺 对吧 是这么一个 我知道是什么了 所以我们被动词do被去掉了 其实不去掉也是正确的 但是这个s从词性来看一定是个连词 而like表示像一定是借词 这个得把它搞个清楚 我们书后题内考到这个知识 一会咱们会看 但是像什么什么一样 像什么什么一样地 还有一个表达 为什么多记几个 第一个阅读中咱不知道考哪个 另外一个在写读中还不能重复 叫in the way that 像什么什么那样 有时候为了强调一下 也能加形式same in the same way that 像什么什么那样 这个that怎么分析 咱们会不会说 你先把这搭配记住 叫像什么什么那样 in the way that 或in the same way that 像什么什么一样地如何 咱们先看在新概念第二册 第二十六课最佳美术评论家里面出现的句子 第二册的第二十六课里面 许多二册同学可能还记得 we like them in the same way that we like pretty curtain material 我们喜欢它们就像什么呢 就像我们喜欢那些美丽的窗帘布料是一样的 像什么什么一样喜欢 像什么一样叫in the same way that but这个same在这去掉也是正确的 没有这个same 也是这个意思叫像什么什么一样的 举一反三的多看几个例子 love me in the way that I love you 这个大家可能都会翻译 怎么翻译呢 像我爱你一样的爱我 这跟歌词一样了 好像像我爱你一样的那样爱我 我怎么爱你 你就怎么爱我 就好了 对吧 可以这么说 再比如说看这句话 这个没有same 也是这个意思 你看 the city is living proof that the policy works in the way that economists claim 这个城市是什么 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 living叫活着的没有死的 什么证据呢 就是这个政策发挥作用 work在这当中的动词 就是有作用有效果 就是be effective 什么呢 就像经济学家声称的那样 它确实有作用有效果 像什么什么一样 像经济学家声称的一样 确实这个政策发挥的效果 in the way that 或in the same way that 都可以 好 咱们你看本文中 是不是一开始把它 把它变成这个 这样一个结构 they never become submissive in the way 或者说in the same way that dogs and horses do 这个时候 the do不能去掉了 因为在这个句子中 这个位移动词 是不能省掉的 不能省掉的 它并不像SS固定句型那样 可以省掉位移动词 好 有一道说后题出的不错 咱们看一看 49页第五题 打开书 咱们看49页的第五题 动作快些 49页第五题 这题说 cas never become submissive 看选哪一个 从语法证据 第一个 as dogs and horses 中文通顺 但英语不对 为什么呢 这个s表示像 一定是个连词 它只有在SS so as 这个固定搭配中 才能省掉后面的V动词 而前面没有那个as 或者是so 单独使用这s 这么省了 也是错误的 A排除了 B in the way that dogs and horses do 完全正确 像狗和马那样 变得很温顺 在这呢 in the way 后面这V动词 当然是不能省的 那么C呢 as far as dogs and horses 完全搭配错乱了 as far表示 就什么什么来说 就什么什么来说 as far as I know 就我所知 这个时候采用它 这里完全错误 as far 更是一个 类似表达的一个迷惑选项 as far表示 对于什么什么来说 对于狗和马来说 这不同顺 比如说as for me I don't like it either 对于我来说呢 我也不太喜欢那个东西 as far相当于 借次as to也行 把后面那for 可以换成借次to 那个to as far as to 叫对于什么什么来说 所以选B 是唯一正确选项 这个题目有一定难度 咱们借着机会 把这个来说一说 好 好